有关恒大的消息 我们刚才也谈过 星期五晚公布 不确定能否有足够的资金 履行2亿6千万美元的担保义务 可能会导致债权人要求债务加速到期 另外有两个美元债度付宽限期 今天戒满 利息金额合共涉及6亿4千万 彭博发了一个分析文章 分析师认为 恒大即将要进行债务重组 如果债务重组触发到的情况是 债务会暂停还债 就着这个消息 恒大今天低位其实见过1.98元 即是2元都穿过 现在的福沙位收窄了 你觉得短期内 他真的启动债务重组 从而不再还债 甚至是停牌的机会大不大? 停牌的机会大不大? 不会小 是 所以问题我们向来就是 我们觉得我们市恒大这些股份 一日不停牌 是 其实你已经是赢价了 你不要想着夹高 你不要想着夹高 就是一个逃生末 是 你最怕这些状况就是停牌 煎皮拆骨 然后计算一下 煎皮拆骨 然后将一些坏的债务 全部是不用还 可能债务重组 由30年变到50年左右 你估计公司资产不用买一些东西 卖完之后 可能两元也不值 值一元左右 那就是大件事 所以这些股份 我们觉得一日不停牌 一日都已经赢了 是 那问题就是 你如果还有货 你用什么心态去占 我就想不到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刚刚你还有 好像有Vendy的想法 是不是这样 会不会停牌 我会建议你走了 是 要不就不要听我说 我说的股票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你问我 恒大这些 不止就是恒大 1638 1777 那些佳少业 那些全部都是 类似这些状况 但是现在的停牌不同 它是出售卖资产而已 你想想恒大这一刻 连恒大物业 708那些 都还没脱手的情况 那些情况一定是不乐观的 煎皮拆骨是预了 正如刚刚所说 为什么你会想到它能还到钱 但问题是还不到钱 但是 如何煎皮拆骨 我真的不知道 你现在唯一博的 恒大就是 博那么顺畅 就是那些正的东西 又不用卖出去 那些负债就是 谈定了 分辞还振 无赖 我觉得那个机会不大 这些真的是博富 所以我这一刻 恒大都没什么好说 是